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系统设置 左侧选择辅助功能 右侧点击文本光标 将文本光标指示器后边的滑块开关打开 滑动这个位置可以调整光标的大小 下面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这里请注意 当拖动滑块调整鼠标大小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实时预览的 这里还可以调整光标的粗细 设置完成之后看看效果 启用这个功能 在输入文本时会让光标位置更加醒目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安装所有更新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块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Canary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块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已经检测到最新版本 等待更新下载并安装完成 现在更新已经完成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此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刷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 点击择属性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打开开始菜单或者运行窗口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左侧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选中Windows沙盒 点击确定按钮 等待安装完成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开始菜单 输入Windows Sandbox 点击Windows Sandbox 等待下载并安装完成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一定给个一键三连 谢谢你的观看